12月14号15时26分 川媒集团山木树煤矿 在N24采区边界运输石门发生一起透水事故 当天入警347人 以安全出警329人 截止12月15号80 确认4人遇难 14人失联 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2月15号 记者从该事故新闻通缉会上获悉 目前通过权力搜救 进一步确定了人员被困区域 2019年12月14日 15点26分 川媒集团山木树煤矿 在白尔斯采区边界运输石门 发生一起透水事故 当班入警347人 以安全出警329人 截止12月15日8点 确认4人遇难 14人失联 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 川媒集团立即启动了安全生产预案一级响应程序 国家应急救援服务队等11支救援力量 共190余人迅速有序开展紧急救援工作 目前按照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的要求和救援专家的意见 采取七项措施 一是全力收救 进一步确定了人员被困区域 二是对于掌握的涂水点 采取封堵引到输牌 接流措施 防止被困区域水位上涨 三是先后调运16台不同型号的潜水泵 集中力量尽一切可能对人员被困区域进行抽水排水 四是利用管道向人员被困区域输送压缩空气 努力保障被困区域养气冲击 五是警下准备使用千米转机 向人员被困区域打转施救 六是分四个救援梯队 能流进行向导清淤 尽快打通救援通道 其是全力助好四股遇难人员家属 和失联人员家属的安抚救助工作 求保矿区社会稳定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